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来继续和Ivy聊天 Ivy其实都比较好奇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communities 都在做AI 人形识别 其实你们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那个竞争有小个位置 其实大家对人形识别的认识 就是说你要站定定 不要动 要长眼镜 要很漂亮的样子 那张照片要和Passport里面的照片很接近 其实我们觉得是很局限 如果这个技术很局限的话 你的用户和应用都会很局限 我们尽量 或者可以说回 为什么会放在香港这个位置 去开始公司呢 其实香港对私人的考虑非常周长 所以我必须要符合到这个 或者我再说这个私人的情况 但如果说技术方面 当人家要站定定 要好配合和系统要配合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说你可以很自由自动 很流动的方式 然后我们系统可以帮你做一些不同的应用 比如我刚才说 我们可以配一些广告牌 比如广告牌很多时候 我可以配一些广告牌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位置 可以不停地将不同的广告片段 但是我会有一种互动的形式 比如说因为我可以很远景去看前面的情况 就是说我知道前面有帮小孩子走近来 不如我准备下一个广告出现 就是符合小孩子的广告 我可以做這些事情 由現時一些比較傳統的方式去做事的話 我會變得比較AI化或者互動性 廣告商來說 他們都覺得如果我知道前面什麼人流 我放什麼很針對性地做 如果這個案例的話是用中梳還是用鏡頭 這個也可以有固定 其實有些固定是更加容易做 但我們的專利是非固定的場景 他們也可以用一些PTC Pan Till Soon 就是一直轉的鏡頭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明白 除了一些地鐵物件或應人的項目 你們還有什麼其他合作項目呢 其實應人在香港真的很少 因為香港政府大部分都已經說了 尤其是在街外擺放的那些 他們一定不會用 另外大應人也可以是 他原先需要做的 比如說員工 因為員工是簽了合同 比如說你要入我的公司 就是公司的辦公室 我必須要確保你是員工 因為我們通常要符合公司的私隱條例 我們只不過提供一個工具 讓他們更加容易處理他們日常的工作 如果公司製作一個ID pass 是的 但就變成不用用人手 我們其實AI的意思是 將人覺得是比較繁重的一些工序 或者覺得比較疲累 又有很重複性的一些工作 就交給AI去處理 希望讓人的工種就可以提升 就是工作質素可以提升 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明白 其實你選擇這個範疇來發展 其實都相當大膽 其實香港早前有一些 可能智慧得處的項目 引起一個市民的疑慮 其實為什麼你會繼續向前溫呢 你看到那個是有什麼機遇 有什麼挑戰在當中 挑戰當然是現在在香港 我們沒有辦法跟市場去解釋清楚 其實如果我們是有些片 但如果沒有一個Data Base在的話 我們是認不到人的 我們不知道是張三或是你四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說 其實當然一件事出現 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等於好像我拿把刀也可以傷人 但我拿把刀也可以切生果 都有一個好的工具 最重要是看看大家是否 comply with 公司的一些條例 因為我知道香港公司 或者香港政府方面 他們都很 comply with 很嚴格 去規管這些私人條例 變成我們不會走出這個範圍 如果公司本身已經有這些條例在 我們只不過是 provide 一個系統給他們 去作日常使用 是的 明白 從長遠發展來說 你認為其實各國 不單是香港 其他海外的國家 有沒有需要立法去規管這些技術 作為你們來說 你們可能有一些道德層面上的考慮 就未必會去用一些 其他去分析那個人 那個背景 以至其他的用途 但是從長遠發展來說 你覺得這些技術 有沒有需要立法規管 首先我們是不 own 任何的一些 database 變成我只不過是按照 客人的一些痛點 去做一些事情 出來幫他們解決他們的痛點 剛才我說過 我可以幫他們 check in 員工 特別是工地 工地大人流的員工 但是工地有些情況就是 它的變化會大 由於工程的進度 出入口位的變化會比較大 它不可以僅僅放一個鏡頭在這裡 它可能會考慮 要用一些非固定的鏡頭在這裡 讓它一次過 一次過 一百個人的樣子 同時去幫它 check in 你去做事 或者是有問一下 例如很多的 大家進入大廈 或者是進入自己的家 大廈都有一個看家 其實我們都會問一下 其實看家在那裡 如果單單用來開門 其實AI都可以幫到它 其實看家可能會覺得 不如我去巡查一下大廈 變成更加有一個 增加的價值 對 有更加的增加的價值 因為其實坐在那裡也挺悶的 不停地坐在那裡 有時會黑眼睡 沒錯 我們能否幫到它們提升 它的工作質素 就是這樣說 另外就是 這些是說有些範圍 如果你有一個Database 這個Database 我們不會運用的 就是變成客人自己會運用的 也是客人自己主動會交給 因為由於那個比較 convenience 很方便 等於像手機一樣 其實你一用手機 你都會覺得 可能會被人跟蹤 其實事實真的是這樣的 但手機又帶來很多方便 就是變成自己的取捨 你自己的取向 就是覺得 你是想用還是不想用 如果你不想用 就完全不想用 那在合作之前 就會有那個考慮 是呀 合作第一 我們就是不會上Cloud 我們的系統是完全自主的技術 就是說 我們也不會把一些資訊 逼你不想上Cloud的話 即不想上Cloud的話 那些東西全部放在你自己的地方 你如果有一個很強的Network 是你自己主動的 我們也不會有 access到 如果你不給我 不開放的Network 我們也完全是access不到 變成一個很安全的一個位置 另外就是說 變成自主技術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不會說迫你 你一定要上Cloud 你不想上Cloud 因為上Cloud 其實是一個back door 有back door 有back door 明白 好 大致上了解 我們下次再談 是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